大家好 你大麦哥又来了 今天是2023年8月17日 今天我们看看健美健身圈有什么大事 首先我们更新一下8月9月近期比赛人员名单 在名单上多了几位选手 首先是东京职业赛多了一名韩国选手李贤时 而9月10号意大利职业赛蛋泵girl阿布迪伍突然宣布参加 而在上周末英国首尔Classic212级别取得第8名的杨思维也决定参加独败破 但是你想过没有 杨思维既然参加独败破 那大手机是不是也会参加呢 瑞根在米洛斯教练的指导下 这次参赛可以说重磅出击 目标就是奥赛资格 这两天展示出来的状态确实让人看着很舒服 而阿布迪伍也不甘失落 这位整个形体个头有点像安珠大Jack 而且肌肉的尺寸非常大的大怪物 他和瑞根两个人在意大利职业赛 谁能取得名次更好呢 阿布迪伍说实话手臂是非常强 赛过瑞根啊 但是腿部肌肉的尺寸他是弱于瑞根的 两个人很有可能名词是前后脚 有可能取得于背后教练和赞助商 阿布迪伍从网红转到职业健美选手 可以说他这两年尺寸和进步 大家显而易见 阿布迪伍形态看起来美感不足 但是尺寸有量 台上的状态还是可以 但是他跟瑞根比 瑞根今年能不能圆餐的梦呢 我觉得这条路走的还是比较艰难呢 为什么呢 因为他遇到两名中国大将 其中一名叫做严守明 最新的状态我们可以看到守明准备惊艳世界舞台 巴巴拉如何在袁守明 不是 袁国胜和袁守明之间选择呢 袁国胜的手臂也是亚洲屈指可数 这两个人是太难选择了 在参加完UK职业赛之后 毅然决定参加迪拜职业赛 这是非常明智的选择 一般运动员备赛 备赛参加比赛之后 至少要参加两到三场 我觉得这次备赛才划算 很大程度杨思维在迪拜职业赛还是打212级别 但我感觉只要体重不超标 杨思维打古典我觉得也OK 这一个多月的时间 杨思维我感觉还要得增加胸部肌肉的饱满度 还有背部都要再增强 是这个背部的尺寸 尺寸是杨思维的优势 在台上把状态一定要搞好 多加了一名东京职业赛的古典选手 他的名字叫李贤时 他来自韩国 肌肉是质感不错 挺干挺紧 但是我觉得他应该在10名11名左右吧 刚才我们说的运动员备赛一次能参加2到3场 那是最好的 但是这取决于什么呀 取决于你签证能不能过 签证不过 你有可能一场都参加不了 幸运的话 你有可能参加一场到两场 而金士诚今年也确实遇到了签证的问题 这对一个健美运动员 你辛苦备赛而赌签证 这是非常残酷的一件事情 我们听听金士诚是怎么说的 平康今年不去迪拜的职业赛的话 我可能也不会去迪拜 我会选择更好比的比赛数据 咱也不是那随便就放弃的人 日本的签证申请被取消之后 我就在国内又申请了一次 前几天取消的 这个签证如果说能下来 谁下来得早 说不定我会考虑 赶紧收拾收拾然后再去比 如果他没下来 或者下来得晚的话 下来得晚 那我就去东京看一看比赛 毕竟这次有十多位中国选手都去比赛 也算这个中国健美圈的大事件了 能亲眼见证一下 我觉得也是很幸运的 我是实在不愿意 在没有签证的情况下 去准备比赛 去年上半年本身我背的是 欧洲那边的两场联赛 从签证第一次被拒 到我申诉 第二次被拒的时候 是三前四五周的时候 那个时候很争人的 再往前推呢 开始准备的签证都没过 然后我就换其他国家再准备 最后那两个月 基本上就是带着比赛的状态 去交签证等签证 最终把自己累的不行 也没有比上赛 所以说今年我不想 在没有签证的情况下 再去比赛了 我在这里为金士成祈祷 祈祷金士成的日本签证 能过顺利参加日本职业赛 和迪拜职业赛两场 而陈康的目前的状态是非常稳 稳中不出意外不受伤 陈康还真有可能取得冠军 另一位参加迪拜职业赛的健体大将 他就是蒋昆志 蒋昆志上身的状态 可以说是非常的完美 和李金波非常类似 在台上等尺寸收一收之后 那将会更好 但是蒋昆志呢 也不要忘记进行腿部肌肉的训练 小腿的肌肉呢 再上来点 而大腿的肌肉呢 要增一增 穿运动服的时候 选择不要穿太松散的运动服 而这次蒋昆志在迪拜的行程 可以说四个字 什么 有背而来呀 这里啊 我特别怀念一个人 谁啊 他就是职业联盟的大将 新破刘蒙毅 刘蒙毅虽然已经表示 自己要沉淀一下 他从国际界美联合会 刚刚也转到职业联盟 但说实话 从刘蒙毅的状态来说 他打职业联盟见底 他也是一员猛将 今年比赛呢 我觉得还剩下很多 刘蒙毅可以选择性的参加一些比赛呀 这当然是粉丝和观众的地种期望 但是我们最后还是要尊重运动员 自己的选择 那就是什么 沉淀 这次参加日本职业赛 陆陈辉可以说是目光的焦点 特别是这次还邀请到了 外岁提著名教练 尼尔 Hill进行指导 正因为这样 粉丝和观众对陈辉的期望呢 是非常高 但是我们还是不希望给陈辉太大的压力 做到自己最好就可以了 这不陈辉呢 为了给自己打气 他留起了小胡子 这是什么胡 我跟大家讲 打古典 这叫幸运胡 你看目前奥赛顶级古典选手 哪个不是有古典胡啊 而且都不是大胡子 都是小胡子类型 所以陈辉呢 在这一步走的是非常的明智 而留起古典幸运胡的陈辉 显得是大样的成熟 这四个人当中啊 只有大黑鹅这个嘴 胡子有点不一样 为什么 他嘴大 而剩下这三位 这胡子都跟陈辉是一样的 刚才我们看到造型王黑宝 这两天他可没闲着 作为欧美健体界的造型之王 他确实给大家带来了视觉上的冲击 亚洲还有一个造型王 他就是刘翔 别看刘翔啊 你让造型王做出刘翔同样的动作 他做不出来 就像你看这个黑人去当游泳运动员 看的不多吧 你看过黑人跳芭蕾舞吗 你也看的不多吧 但是这种复杂的动作 让刘翔他就能做出来 不仅能做出来 而且花样他很多 而且每次比赛 你都能看到不一样 而且呢他跳过舞之后 这种柔韧性 而且大金都给你撑开了 一东京职业赛还有十天 从目前我看刘翔的状态 进入Force Callout 我觉得非常的稳 同样带翔子的王翔 也是新的职业Pro 未来王翔的路是怎么走呢 接下来还是打男子健体 还是往古典转呢 没有可能像Tamper Pro 古典冠军马修那方面转呢 我们拭目以待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 德克萨斯职业Pro 在这场比赛 本周末就要举行 出现了一件大事 首先在正式的参赛名单上 我们看到了 亨特拉布拉达 之前节目也说过 但是我们没有看到 安朱大赘克的名字 大家可能有印象 安朱大赘克 确实在准备这场比赛 但是为什么名单上 没有他的名字呢 这个事啊 不要担心 只要是最后一分钟 他结束前 他报名了 能赶上 他就能参加 大赘克后面也有团队 也有教练 也在看这回我先不说 看谁会参加这场比赛 结果已经取得 奥赛资格的亨特 还他妈来 这可能对大赘克 有一定的心理冲击啊 作为去年2022年 德克萨斯职业铺的冠军 大赘克按说 他要捍卫自己的头衔啊 去年奥赛 安朱取得了第八名 在台上可以说 惊艳亮相 尺寸呢 也相对来说 比以往有了更大的劲 而今年的詹珠寨克 能不能摆脱古典的这种风味 而变身为大怪物 答案将会在今年这场 德克萨斯职业铺揭晓 而这次的腿部怪物卡洛斯 能不能战胜亨特拉布拉达呢 从腿部的尺寸来说 完胜于安朱大赘克亨特了 我感觉他不是冠军 就是亚军 不是亚军 就是第三名 这次参加德克萨斯职业铺的 中国选手Derek 他有一个中文的名字叫李晨 身边的朋友啊 都管他叫大黑李晨 而大黑李晨 目前可能遇到了一些问题 按说他应该抵达 美国德克萨斯州了 但是通过社交媒体 好像感觉他还没有出发 而且他还有点担心的说 我们不能错过这场比赛 虽然错过了 但是我们也有plan B 那他有没有可能参加924的 独败职业撑破的 难道他也遇到了签证问题 不能出发吗 22级别这次和小剑 科恩抗衡的一名韩国选手 我发现了是谁啊 他在上个星期就已经抵达了 德克萨斯州 就是这名选手 这两天的奥赛之声还对参加该比赛的运动员进行了 怎么说呢 叫赛前演练吧 我们看一下他最新的状态啊 小伙子正面看的腿部确实很棒啊 但是背部肌肉呢有待提高 小伙子是胜在年轻 他能否战胜50岁的老将林树青呢 名次上我感觉两个人应该是不相上下 而你知道吗 在去年德克萨斯普古典级别取得冠军的就是古典小婆 当时的前吉城也参加了这场比赛 但是参加的是古典 去年取得了第16名 后来今年转到212 参加纽约职业普 接下来会参加马斯特奥林匹亚的竞争 去年德州古典冠军就是他 而今年小伙子没有宣布参加古典级别的竞争 小将科恩还问呢 小伙子是不是得转212的 人家没理他 我估计很有可能他转到212 为下一场212的首秀做准备 说说每次说的212这个名字不好发言 你连着说试试 啊 这两天呢我们关注的几位选手有惊喜 为什么他脱去上衣了 主要关注大黑鹅子和大杰瑞米 这两天呢为知名品牌几位运动员凑在一块 进行了拍照和合作 大杰瑞米这次主要目标是Fight for 5 而大黑鹅子这次主要的目标也是Fight for 5 这Fight等于什么 Fight等于212 两个人今年命运中都是有五字 到底是名次第五还是能五次连贯呢 我看目前大杰这个状态啊 也不是说特别的让人惊喜 我们知道大杰曾经是哈尼的弟子 而哈尼的新健体弟子是现在的德鲁 而大杰和哈尼之前好几年呢 他是不说话 而哈尼在社交媒体呢 也没有公开过他是他的弟子 而两位哈尼的新老徒弟又凑到一块 能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 有可能是哈尼让安德鲁说你得去找大杰 两个人啊你去大杰那取去惊 而目前德烈好像没有公开表示接下来会参加什么比赛 但是我感觉呢 这目前的举动有可能为接下来的比赛做出了准备 哈尼肯定跟德烈也打招呼了 你今年差不多了准备备赛给你安排了年底九十月份的比赛 你一定保证进入奥赛今年 上周圣地亚科职业赛第五名安珠 Smith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小伙的正面胸肌很大 正面呢我感觉呢整个细节呢应该赛过了冠军 为什么取得第五 大家看他的背输在了背部 背部细节很明显 两大素确实没出来 曾经的奥赛蒙将这两天呢又从兜里啊 拿出了模糊不清摄像头的手机 这个造型还非常古典 说实话他古典这个状态还差得有一点距离 可能是为了展示自己腿部肌肉吧 因为男子健体上回不是说了吗 腿部你也得练一练 最近有一位西班牙大将正在嘚瑟 他是谁呀 他的名字叫赛迪 今天节目就到这 咱不要忘记分享关注和点赞 咱们叫下期再见 拜拜 也论 anyway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